热带气旋陶特当地时间5月17号晚间登陆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 登陆时最高风速达每小时185公里 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 截至18号早间 据不完全统计 气旋带来的强风暴雨等极端恶劣天气 已经造成至少18人死亡 三人失踪 另有多人受伤 超过20万人被紧急撤离 当地官员表示 这是至少近20年以来 印度西部沿海遭遇的最严重的气旋风暴 据报道 热带气旋陶特导致印度南部和西部的卡拉拉邦 卡纳塔克邦 果阿邦 马哈拉施特拉邦和古吉拉特邦等地近几天陆续出现强风暴雨天气 恶劣天气导致沿海地带多地的输电线路被损毁 一些树木被连根拔起 部分村庄和建筑物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 当地多个港口和机场也被迫暂时关闭 截至目前 印度政府已经派出近100只紧急救援队伍赴各地进行救灾工作 陆海空三军也处于随时待命状态 印度气象局18号早间发布消息称 目前陶特已经进入古吉拉特邦腹地 其强度已经从极其严重级别弱化为非常严重级别 但受其影响 印度西部多地仍将出现强降雨天气 气象部门提醒当地有关部门和民众注意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当前 印度疫情形势依然严峻 热带气旋侵袭让西部沿海多个邦承受抗疫和抗灾双重压力 极端天气造成多地诸如氧气及疫苗等有关防疫物资的运输被迫中断 同时核酸检测疫苗接种以及新冠患者的治疗等各项工作也遭受不同程度的影响 欢迎访问欧视TVYouTube频道 您可以在YouTube上搜索Manda Han Dele 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 了解中法资讯 敬请关注欧视TV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